财阀的世界真是魔幻啊 财阀婆婆为让女人与儿子分手 直接开出了一亿天价 谁知女人却说自己不缺钱 婆婆一听直接标了 没多久 女人的账号就真收到了一个亿 可收到钱的女人却标了 不仅反手就给婆婆又转了回去 还多加了一百块 然而看到回款的婆婆就更标了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比她还标的女人 于是为了争口气 她又加了个零给赚了十亿过去 可谁知 没过多久女人又给退了回来 并且依旧多加了一百块 就这样 这两个都很标的女人你来我往的 直接把原本一亿的事干到了百亿 好在最后女人的卡额度不够 这才停了下来 然而几百亿到手的女人 还没来得及消费 婆婆却又找上了她 可就在女人觉得婆婆是不是 为了要回一时冲动给出这几百亿时 婆婆的举动却一反常态 不仅给她带了许多奢侈品礼物 更是把传承了三代的 只有家族媳妇才能穿的水晶鞋 送给了女人 然而就在女人一脸猛逼的时候 婆婆一开口差点把她吓死过去 原来就在几天前 婆婆竟然在儿子的被子里 发现了一个男人 看着这一幕的婆婆 直接被气到脑梗住院了 差点就变成植物人了 醒来后的婆婆想通了 与其让儿子在这条非主流的路上走远 不如让她赶紧跟女人结婚 至少能做个正常人 可让这个财伐婆婆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其实那天被子里的男人 就是面前这个女人 原来 这个女人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 在别的女人那每月一次的事 在她这就是每月一次的变身 那天被她撞见了 正好就是变身后的女人 就这样 彼此意外的变身 不仅让女人白转百亿 更是一举成为了财伐准儿戏 从此开启了魔幻的一生 就是她 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不必飞行的彼此约束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